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 头驼渊小头红为您播讲 陈东创作的 遮天 后期制作 小白菜 第133集 半个月后 姚光圣地与江家 全都在派遣强者 来到这片大山外 据传 姚光圣地的一位太上长老 与江家家主的一位足弟 连媚而至 真正的大人物驾临了 那座小镇 再次成为了风云际会之地 叶凡没有离开 一直留在大山外 他不愿意放弃 想等待事件平静下来后 再想办法深入 接下来的十几天 每日都有强者 深入大山中探寻 但全都是有去无回 直到姚光圣地的太上长老 与江家的大人物亲自动身 众人才觉得 事情可能要水落石出了 直到过去了一天一夜 两位大人物 才脸色惨白地退了回来 一则更加震撼性的消息 传遍东荒 两位大人物强征仙目 远眺数百里 看到了震撼性的一幕 荒谷禁地深渊上方 出现了一口青铜巨棺 那些强大的异兽 似乎想要闯入禁地 将青铜骨棺取走 暂时封锁了 外部地狱 当叶凡得知这个消息后 心中震惊 别人不知道青铜巨棺怎么回事 他可是清清楚楚 不是坠落进深渊中了吗 怎么会再次出现 半个月后 又有消息传来 那些强大的异兽 终于动手了 但是却一惨败告终 进去了七头异兽 没有一头活着走出来 最终 那些强大的异兽 不再围堵荒谷禁地 各自散去了 东荒一片沸腾 荒谷禁地中 出现了一口青铜骨棺 牵动了所有大人物的神经 但是 没有一家圣地 与荒谷世家妄动 那些恐怖的妖族大能 都煞雨而归 让他们心中警醒 直到一个月后 妖光圣地 江家 姬家 三个超级大势力联手 要再次深入生命禁区 这一次 依然来了不少修士 但多数人 是为了看热闹而来 没有几个人 想真正深入 各派都在观望 叶凡 是你 就在大山外 一个极其美丽的女子 露出惊讶的神色 她欲体修长 曲线漫妙 婀娜多姿 称得上魔鬼的身材 仙子的面孔 她生有一对单风眼 微微向上协调 有着一股极其另类的迷人气质 极具诱惑之态 林家 叶凡也吃了一惊 没有想到 被林家发现 其实他早已知道 林家周易 王子文 李小曼几人 在前方的那座小镇中 这一次 三方联手 再次将他们传来 多拜又是向他们询问什么 不远处 几名强大的骑士文生 历时驾驭 坐骑 冲了过来 他是我的朋友 你们不要误会 林家急忙喊道 那些骑士顿时停在远处 叶凡问 他们是 他们是摇光圣地的人 我与周易 王子文 李小曼等 想要出来 总会有人守护在旁 说到这里 林家摇了摇头 这些都是修行界的事情 说了你也不明白 如今 东方的修行界 很乱 他瞎了一眼 叶凡 你怎么在这里 最近三年来 过得怎样 我很好 一切都很顺利 如果有什么困难 可以和我说 也许 我能帮你解决 暂时没有什么困难 在这里 我恭喜林婆婆恢复青春 再次变得美貌如花 欠打吧 林家白了他一眼 而后妩媚地笑了笑 看来这三年 你过得不错 与我想象的不一样 说到这里 他叹了一口气 时间匆匆啊 转眼三年了 真的很怀念过去 也许有一天 我们可以回去 希望几乎为零 说到这里 林家像是想起了什么 也好 如果有麻烦 可以去烟霞洞天找我 现在 赶紧离开吧 怎么了 我迫不得已 将重返光谷境地 那些人 若是知道你服侍过圣国 你也会有麻烦 你还是赶快 远离这里吧 叶凡没有多说什么 点了点头 你保重 然而 麻烦终究还是来了 仅仅过去一刻钟 叶凡便被十几名骑士 无声无息地包围在大山中 为首的那名老骑士 让叶凡很忌惮 他没有尝试突围 因为 他在那个老人的身上 感觉到一股 汪洋般的恐怖波动 若是妄动 对方可能会瞬间爆发出来 我明白你们的来意 好吧 我跟你们走 叶凡很平静 最终 叶凡被带回了小镇 但是却没有见到林家 周易 李小曼 王子文等人 遥光圣地的人 得惜他扶持过圣果的事情 将他扮成一名骑士 想要关键时刻 利用他采摘圣药 以你的体质来说 到时候肯定能够 抵住诅咒的力量 若是采摘到圣药 圣地不会亏待你的 那名老骑士告诫到 眼中有灵力的光芒闪过 我明白 叶凡点了点头 但心中却在冷笑 到时候进入荒谷禁地 不知道是谁利用谁呢 无日后 摇光圣地 江家 鸡家 再次向深山进发 叶凡远远地看到了林家 李小曼 周易 王子文 张子凌 柳依依几人 他们竟然全部被带来了 不过 此时叶凡骑在蛮兽上 身穿神铁甲衣 那几人无法认出他 这一次 路上没有遇到恐怖的蛮兽阻拦 三方人马顺利到达荒谷禁地 解碑处 几辆神霞闪烁的碾车 悬在天空中 不再前进 几位大人物准备在外接缘 他们不敢亲身犯险 因为荒谷禁地对超级强者的影响最大 甚至可以将他们削落为凡人 再次进入荒谷禁地 叶凡心中有些激动 也许属于他的矿石机缘将要到来了 同时他想到青铜骨关 不知道为何脱离深渊 出现在了圣山上 必须将圣药采摘到手 几位大人物在天空中传音 几辆碾车神霞闯 荒谷禁地内 苍进的古墓枝雅 如囚龙一般伸展向四方 每一株老树都如小山一般送入天空 一条条水缸粗细的老藤 像是一条条排山大蛇 每一根都能将一座山巒绕满 刚见有力 如果不明底细 看到此地草木繁盛生机勃勃 一定会以为是一片净土 但是若仔细观察 很快就会发现异常 偌大的禁地 听不到鸟叫售吼 看不到蚁虫活动的痕迹 净到近乎死寂 这一次 三家联手精挑细选 并没有带很多修士 总共不过八十几人 这片生命禁区 最深处有九座圣山 我们三家分开前进 到时各自攀上一座圣山 免得采摘神要分配布局 遥光圣帝的老骑士 徐道玲这样建议 遥光圣帝总共来了三十几人 个个睽違挺拔 所有人都骑坐在异兽上 都是那种体型庞大 具有蛮力的巨兽 因为无论是修士还是妖兽 进入此地后 神力源泉都将被禁锢 难以施展神通 体质越强横 越占有优势 江家与姬家的人也都骑着天赋异禀的满手 全都是出于这种考虑 江家带来了二十几位强者 领头的那名老人 江汉忠端坐在一头浑身黑林闪烁的摸向身上 徐兄此言诧异 此地充满了未知的危险 我们最好还是共同前进 我想即便只攀登上一座圣山 采摘的神药也足够我们三家分配 这么多年来几乎从来没有人成功过 我们不能分散兵力 说完这句话 江汉忠不经意地扫了一眼叶凡 双眸中闪过一抹异色 叶凡心中顿是一灵 他对江家的人分外敏感 两年前 这个世界的骑士将他追杀得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遥光圣地的老骑士徐道林摇头 我觉得禁地中最恐怖的便是诅咒的力量 即便我们所有人都聚在一起 也没有任何用处 还不如分开前进 或许能够有各自的机缘 江家的老人江汉忠 露出一丝玩味的笑意 扫了一眼叶凡 然后才开口 我们江家只来了二十几个人 人手不足有些单薄 想向徐兄借几个人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